从古至今,中国人对于土地都有一种民一样的热爱,而在建国之后,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土地荒漠化治理,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可居住或可种植的土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 而就在最近,中国沙漠里传来好消息,沙漠也可以种粮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据官媒新华社在6月9日的消息称,内蒙古乌兰布河沙漠正在市中5200亩汉岛,在防沙固沙的同时可收获优质大米,将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盈。 据了解,作为我国第八大沙漠,内蒙古乌兰布河沙漠占地1500万亩,其中接近430万亩分布在巴燕纳尔市邓口县境内。 后来在当地政府进行制沙工作时,发现此地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无污染,刚好符合种植汉岛的条件。 作为对种菜有着特殊天赋的中国人,自然不想放过这样的机会,于是乎关于如何让沙漠也能种出粮食的试验悄然展开。 据汉岛种植项目负责人魏志恒介绍,他们将市种5200亩汉岛,采用精准跟座技术播种,利用水肥一体滴灌方式浇灌,按照有机水道标准进行管理。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汉岛又称为陆岛,是由水稻在无水层的汉地条件下长期驯化演变形成的一个生态型作物,既能在汉地种植,也能在水田或挖地种植。 据魏志恒表示,此次市种的品种是汉香一号、汉香二号,预计每亩灌溉用水量为280立方米,比普通水稻灌溉用水量减少600到800立方米,大大节约了水资源,十分符合在沙漠环境下的种植条件。 同时,汉岛根气长度达50厘米左右,在生长过程中又能起到较好的防杀固杀作用。 有相关工作人员透露,每亩汉岛种植成本为2000元以上,本身种子成本不值一提,主要大头在土地、水、肥、滴罐罐、人工、机械作业等费用上。 另外,目前这种汉道,每亩可产450公斤优质大米,按照售价30元每公斤计算,母均纯收入达1万元以上。 当然,这个价格是目前国内网友吐槽的重点,毕竟价格实在是太高,国内有充足的替代品,销售上肯定堪忧。 有不少网友认为,很多人会买主要是因为好奇,但不可能长期购买,希望随着技术进步,这种汉道的种植成本可以进一步降低,并找到合适的销售渠道,让这种新品种粮食产业发展下去,为中国的沙漠治理敬一份力。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际粮食危机并未过去,中东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周边受蝗虫灾害影响颇大,但如果这种种植技术能够扩散出去,对于受灾地区而言,无疑可以多一种宝贵的食物来源。